你们好吗 想不想迅速提升你们家的幸福指数 找我钱顺风啊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秘籍 这个秘籍就是在场所有的男同胞们 别在这看戏了 赶紧的撒冷的回家 跑到你媳妇的跟前 一个字夸 使劲夸 玩命夸 拼命的夸 夸夸夸夸一夸夸 夸得你媳妇幸福感迎来而成 这是我发明的 我聪明吗 哎呀 我 聪明人的爸爸 爸爸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边的 聪明的儿子 就在你刚才夸夸夸夸夸 我夸呀 爸呀 恭喜你第一个得到了这个秘籍 什么秘籍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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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哦 你的意思是拼命的夸 玩命的夸 实心的夸 夸夸夸夸夸夸 被夸的人就幸福飙升了 肯定幸福啊 那也未必 你这样 你夸过我 好嘞 女警市走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爸爸 你看我的爸爸 是多么的御树林峰 看我的爸爸 是多么的小巧玲珑 不是 这两句话好像挨不上 我还是夸夸我爸爸的长相吧 看我爸爸长得 是多么的令人无语啊 儿子 我怎么感觉你是非常客气的骂我呢 没有啊 爸 你快坐 我这个秘籍啊 主要是针对男同志对女同志的 男的得夸女的 他才感到幸福 他俩大老爷们 那再夸啥呀 那意思我好像懂了一点 你看啊 你看你和黄姨在一块 你看谈恋爱也好 干啥也好 都多长时间了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你知道拥护啥不 就是因为你没有掌握这个秘籍 那就是以后我见到你黄姨的面 我就拼命夸 实际夸 玩命夸 夸夸 夸夸 完了我们俩的速度就能进展 就很快 很快就能走到一块 对了 老钱 老钱呢 你不是说让我给你买几本 关于中医食疗养生方面的书吗 刚才我正好路过书店 我给你买来了 谢谢你啊 多少钱我给你 哎呀 啥钱不钱你那么败都干啥呀 看看看看 十六块四 那行那那这样我我给你二十 二十啊 那我找你三块三块六 哦对 正好 三块六 谢谢啊 不客气 哎 黄姨啊 你先坐一会儿啊 爸呀 你干啥呢 你啊 你跟黄姨现在到底啥关系啊 恋人关系 我看不像恋人关系 像二导饭的关系 什么三块六你还要人家的 你想不想跟黄姨最后走到一块啊 做梦书想的 使用我给你的秘籍夸呀 夸昏夸 你你你你你你今天 你你你今天长得可真好看啊 说啥呢 看着没有 好使了 他害羞了 接着夸 老黄 你你你今天 你你你今天长得真美啊 别瞎说了 都啥年纪了 还好美 哪儿美啊 哪儿美呢 老黄 你你哪儿都美 你美的让我无话可说 无鸡六瘦啊 快接着夸 使劲 老黄 你还感觉不到我夸 你夸的吃哪劲都使出来了 这不够啊 你得像花 你得老黄 你今天美的就像 一朵生开的鲜花 你是说我美的像盛开的鲜花 对 啥花啊 这个年龄了还能盛开 仙人长吧 老黄 老黄你咋个事啊 我咋听着不对劲呢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呢 也太逗了 我还美得像盛开的鲜花 还花吧 沙发坐塌了 接什么话 坐塌了好啊 正应来那句话 你美的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沉鱼落雁啊 沉鱼 你是说我这条鱼太沉了 把你家沙发坐塌了呗 啊 你现在学的骂人都糊涂脏字了 是吧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还是根本就没吃药 不是我那什么 天春 我真想一个大嘴袜子踢死你 什么玩意 你刚说的男人夸女人 玩命夸 使劲夸 拼命夸 夸夸 夸夸 这想好 夸起眼了 这怎么还能夸起眼了呢 你是 我明白了 我这个秘籍啊 适用于两口子 老公夸媳妇 你跟黄姨不是还没进行到那一步呢吗 两口子肯定好使 是吗 去去去 离我远点 我混蛋 后来跟着我行动 回我自己家不行啊 那个这个 亲家 咋的了 我咋个事啊 你我亲你母 老米大嫂 咋的了和大哥 我也不知道咋把他折着了 正好你们都在这 你们给评评理 刚才我们俩逛商场 我就箱中了一件衣服 我跟服务员说 哎 同志把那衣服拿下来 我试试 服务员啥也没说 他在那边 康词来一句 是啥事 有你那么大号吗 哎呀 当时围了那么多人呢 我差点有个地方都钻进去了 钻啥钻呢 地方也没你那么大号的 这你就不对了 你咋能这么说大嫂呢 我说这么多实话吗 你实话 你不能这么实说呀 不过确实找不到 他那么大号的 不是 哎 哎 你们咋这么说话呢 你们穿一条裤子啊 就是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 哎 老范大哥 赶紧的 好好哄哄大嫂 打个歉 啥 你你这样 你利用你孤月 前春风那个 那个幸福秘籍 拼命夸 使劲夸 玩命夸 夸夸夸夸夸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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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你你随便挑一个地方啊对对啊老伴 你好看得挺随便 不是你随便就好看哎呀 鲜花鲜花你你夸他长的是一朵盛开的鲜花 对对对就这么夸啊老伴 你就是一朵开盛的鲜花 啥玩意儿开盛的鲜花 盛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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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等等开盛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呢 是不你给出的主意你教他的啊 老伴你过来 哎你们几个还有啥词啊都倒出来 我再听听还有什么花样 真是哎呀 开盛的鲜花 做他了仨法 老伴这词我有 你美丽陈鱼洛艳呢 啥玩意儿我陈鱼洛艳 我这条鱼有多沉呢 我是鲸鱼啊 哎呀我做他了沙发 我说老伴你这是他了 我这就是夸你我夸你你你夸往沙发一坐 夸夸夸夸夸以卡擦 老坏腾 不是 这样我跟你没完 不是因为我扎着 他俩接我的 不是不是 就赖你了 别生气 别生气 别这样 别这样 哎 爸 爸 我真想一个大嘴巴踢死你 哈哈哈哈 你刚才说 必须得亲两口子 是吧对 好使管用 是你看啊 啊 你老丈人啊 老丈母娘对 人家亲两口子吧 是亲这不也夸鸡眼了吗 不是这咋回事 怎么老鸡眼呢 我明白了 我岳父岳母那是岁数大了 失去了浪漫 这要是我跟二米粒 我们小两口 肯定好使 你看 他没回事 等他回来 我给你浸浸 等会儿 爸 我媳妇回来了 我做给你看 这位少女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位少女 长得很好看的 哈哈 哎呀 什么意思 这你还没听出来吗 夸你呢 夸我 哎呀 用不啥呀 因为这个小姑娘 长得确实好看的 是吧 哎呀 这我就不跟你争了 但是你也没必要夸得这么直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使不好使 好使 这就是秘籍 嗯 媳妇啊 我刚才夸你这两句 你是不是感觉特别幸福 嗯 有点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我让你天天幸福 月月幸福 年年幸福 一辈子都幸福 太棒了 来吧 就让幸福来的再猛烈些吧 哈哈 跟大家所说 我哪儿刚好看 看看我媳妇 啊 美丽的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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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能告诉我 什么样的鲜花 能把沙发做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 这不应了那句话吗 啊 沉鱼落雁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钱志芳 哎 我这辈子最讨厌四个字 哪四个字 陈 肥 粗 壮 哈哈哈哈 你的意思 听我讲的 太敦式了 我们把沙发给做塌了呗 你做塌一个沙发算啥呀 把咱家房子做塌 你能怎么的 钱志芳你过分了 没有啊 你就直接说我肥得了 外后把沙发做塌了 我 我发现你钱志芳你是不是没吃药啊 啊 我说是夸 我夸你是鲜花吗 这不是 没错啊 我是鲜花没毛病啊 可惜了的是我这朵鲜花插在了你这堆 爸爸 没事儿媳妇儿 想说啥你就说啥 你不用考虑我是牛粪她爹的感受 前生芳 哎 你是跟谁学的啊 你听我姐爸 你救我啊 你敢说我肥的 谁敢说我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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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闹着你 妈 我俩这是啥 说这啥 不是老钱你今天你是不是有病的你啊 就是啊 这谁不赖这谁不赖我 不赖钱春风 哎呀 不怎么就就就 是他说他有个秘籍 幸福秘籍 然后呢夸自己女人 完了女人幸福了 完了还比你玩命夸 时间夸 呱呱以呱呱 是吗 是 这幸福秘籍是我朋友给我的 但没想到拿回家来对咱家保使呢 钱春风 哎 我真想一个大嘴巴提示你 你又想提示你 你这是 我告诉你 啊 一个男人不能光靠一张嘴 女儿散着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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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的女人 就是啊 对 于是来那点虚的不如来点实的 知道吗 啊 你啊 对你的媳妇多关心一点多体贴一点多爱慧一点经常帮他干的家务 看哪不舒服了帮他揉揉啊帮他捏捏啥的你这样你的媳妇的幸福指数才叭叭往上省懂吗 对了 爸 我试试啊 媳妇啊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听你说你腰疼啊 嗯 那我帮你游游啊 这还差不多 走 哎呀 爸 好使呢 好使吧 哎 那下次还还好 是是是 老汪 哎 你哪难受啊 哎呀 我也有点腰疼 你也回屋帮我游游呗 这难度有点大我跟你过一辈子了我都没找着你咬在哪 哎呀行了人家都游游去了我也该回家了 站住啊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呢 对我说你你是不是腰不舒服你腰才不舒服呢 你说对了我今天恰恰腰特别不舒服你这样你也给我摇腰 有又不好使吧 我带着针呢 我给你打一针 打针好 我特别愿意让你给我打针 那年轻的时候有病没病经常往卫生所跑 就找他给我打针 那细细的小手 拿着细细的小针管 套上细细的针头 一个碗花 轻轻的往下一摞 哎 一点都不疼 老钱 干啥呀 这不是给骆驼打的人吗 你那嘴呀小针不好使大针才管用 我救命啊 你站住 我可不是骆驼呀 别跑 别跑 别跑